全國第一座美景觀光工工廠 全國第一座美景觀光工廠 發美光學愛玩世界 一月十九尾市長多千塊 發美光學丹宗經理 以及座位貴賓共同奸差甲白 象征台灣的美景商業再生金 平台創實力保護到無縫 保護得更多時光地色穿給民眾 讓愛玩世界真正是全國最好的體驗如遊 合家動複的順目點 3 2 1 請用節 華美光學愛玩世界 台灣第一座眼鏡光工廠 我們請各位總觀 我們一起舉起火雄的彩球 一起大聲嘲喊 華美光學愛玩世界讚 華美光學愛玩世界讚 剛剛看到鼓手戴上太陽眼鏡以後 他的氣勢就是不一樣對不對 那太陽眼鏡在 雖然他不是一個很大的產業啦 但是在1980年左右 1980年代左右 其實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太陽眼鏡 都是從台灣出口的 那所以說那時候台灣其實被稱作太陽眼鏡王國 那當然雖然經過在90年代整個成本高漲 那產業外移 但是包括華美還有一些眼鏡的同業 當初決定說更由台灣把這個產業留下來 把這個產業留下來 那非常幸運的我們經過了90年代末期的低潮以後 整個產業重新得到成長的動力 在去年其實整個 台灣眼鏡產業 整個出口金額也達到100億的金額 事實上也是一個不簡單的事情 我們在倒數三秒之後 進行我們的接牌儀式 3 2 1 緊接牌 華美光學愛玩世界台灣一家眼鏡的觀光工廠 台南是台灣的第一類社區 是台灣的文化首都 不但是家庭社區 地匪新都 更加是觀光露峰 如果市長說台南市自成家以來 為願有的三間觀光工廠 到今天已經有23間的觀光工廠 其實我很欽佩陳總經理 這面帶領法美光學的理念 我們怎麼知道法美光學的目標 可以說是品質 令到台灣 它的產品行銷全世界 這很不簡單 剛才回到這麼大的時代變遷 但是我們法美光學屹立不搖 我們法美光學是全台灣第一類 拿到ISO17025認證 之後還有ISO9000 ISO14000 另外連RAP都拿到了 這種的品質 坦白說 我們真的應該跟陳總經理選領團隊 感謝給我好 謝謝 法美光學的目標 可以說是品質令到台灣 產品行銷全世界 這次剛才大時代的變遷 法美光學依然氣力不搖 沒有前耍大陸 繼續留在台灣打拼 在那麼困難的學民 他沒有到中國大陸去 他留在台灣繼續奮鬥 提升品質 那麼在塑古園區有新的廠 那把安定工業區 這個工廠把它轉化為觀光工廠 那其實簡單的講 他做這個觀光工廠 我看目的不是賺錢 使命感 使命 我剛才這樣一個聽說 這個人真有輸民工 怎麼說呢 他認為說過去 全球的眼鏡40%來自台灣 那台灣的眼鏡主要來自台南 他認為這個歷史 過去我們的光榮 甚至於這個歷史 我們應該讓我們的城市的市民知道 那如果大家能夠更多人知道 對我們的這個產業多支持 那對未來的發展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聽得非常欽佩 所以他是在地經營 生根台灣的一個企業家 這個家 這是保護嗎 對這也是保護 這個可以通過軍用的撞擊 子彈的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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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這其實很舒適 看得很幸福 法美公學愛玩世界 是在台南安定中倫工業區 以商業法務官的電出形式 拼擺形象 毛頭鷹作為主題 貫穿電管的靈魂益胸 緊急 觀光工廠 可以了解 台灣目標商業的發展故事 了解 每一支目標的地下 和來歷 讓來參觀的人 增添滷油的火 要加紀念 對